大家好,这个是一副枕的牛腱子,特意找老板给我留着的 今天呢,教大家做五香卤牛肉 这么多,一共是200块钱的 小腱子先刷下来 小腱子呢,就不需要改刀了 大腱子我们从中间,将将竖子给它切开 牛肉在卤之前,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它泡着,也不需要再焯水 洗好的牛肉用针或者是牙签在上面扎孔 这样一会腌制的时候会更好的入味 下面呢,我们来炒一个用来涂抹在牛肉上面的花椒盐 锅中不用放油 加入盐,大概是在50克左右 再加入一把花椒 再加上白纸 八角 香叶 用最小火炒香 煸炒的过程要不断的翻锅,防止盐炒糊了 把盐炒到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 花椒盐放凉了,加到牛肉中 再加入葱姜 把盐在牛肉上面涂抹均匀 每块牛肉都要揉搓两三分钟 让味道更好的渗透进去 风刷薄鲜膜,腌制一叶 腌制好的牛肉,把表面的香料和杂质洗干净 现在给大家介绍鲁牛肉所需要的这些香料 这个是凉姜 桂皮 香叶 半个草果 草果里面的籽要去掉 八角 百寇 香沙 小胡香 这个是碧薄 还有花椒 然后呢还要准备葱和姜 香料等一会要用温水冲洗干净 然后把它扎到香料包里面 卤牛肉用的底汤呢 我用的是这个牛大骨熬出来的这个牛骨头汤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买到牛骨头来熬汤 买不到的话朋友们 再看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